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情态动词 不知道同学们还记不记得 在上一节课上 我们了解到 今天我和我家这个节目组 要进行海选的工作 有很多 有很多候选人 都要来参加海选 那么对于 制片人来说 几点钟轮到谁上场 就很重要了 我们首先来学习一下 在德语中时间的表达 官方报时 形容词 官方吧 angabe angabe 说明 zeitangabe 时间说明 我们今天只学习 官方报时 因为我们平时在 说明时间时 通常有两种表达方式 一种是官方报时 例如像电视 电台这种媒体里 选用的 通常都是这种报时方式 而另外一种 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 口语中使用的 非官方报时 举个例子 如果是在晚上 七点四十五分 用官方的报时方法 则会说成 十九点四十五分 而如果我们日常生活中 用的非官方报时 就会说晚上七点三刻 那么今天 我们先来学习 官方报时 也是两种报时方式中 相对较简单的那种 我们先来看一句 课文中出现的句子 das Kastin Find um Zing Ur 安 das Kastin Find um Zing Ur 安 海选 在十点钟开始 这里的 um Zing Ur 其实就是一个 时间状语 戒词 um 就相当于 英语里面的 at 在几点中 都需要用到 这个戒词 um um 在讲单词的时候 我们讲到过 um 这个单词 有两个意思 可数的时候 解释为 手表 或者中 不可数的时候 解释为 终点 那么十点钟 就是 Zing Ur 在十点钟 就需要加上戒词 um Zing Ur 那如果是在 十点 三十分 也就是 十点半 我们就要说成 um Zing Ur Drei Sig um Zing Ur Drei Sig 大家比较一下 十点和十点半的结构 应该不难发现 其实 德语 官方报时的方式 跟我们中文 其实很接近 我们中文说 十点三十 德语里就叫 Zing Ur Drei Sig Zing Ur Drei Sig 也就是 先说小时数 加上 Ur 再加上 分钟数 如果要表达 再几点 就在这个几点钟前面 加上戒词 Ur 要注意的一点是 官方报时 采用的都是 二十四小时制 也就是 如果是晚上 或者下午的时间 要加上十二 例如下午 两点钟 我们应该说 十四点 晚上九点 则说成 二十一点 下面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这些时间 该如何朗读 不过 首先要请同学们 注意下 德语中 时间的写法 在中文里 小时数和 分钟数中间 是用 是用冒号格开的 而在德语里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 它是用一个 punct 是用一个点 分开的 然后在后面 加上 这个使用习惯 请同学们 注意一下 那我们在朗读的时候 这个punct 是不读出来的 首先读的是 小时数 再读 再加上 分钟数 那么我们现在 一起来读一下 下面的几个例子吧 在六点 在八点四十五 在九点 在五点 才智雯 um 12.30 um 12.30 才智雯 um 15.00 um 15.00 才智雯 才智雯 um 20.00 um 15.00 um 15.00 在读完这些例子之后 同学们是不是意识到了一点 如果数字的读法 忘记了的话 也就没有办法来对时间 进行描述了 所以忘记的同学 一定要复习一下前面所学过的 数字啊 了解了如何对现在的时间 进行官方式的说明 我们也要知道如何对 时间状语进行询问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discusting vent um 15.00 um 15.00 discusting vent um 15.00 海选在十点钟开始 那么如果我们在 um 15.00 这个部分滑线部分提问 也就是要问 海选几点钟开始 我们就要用到一个 新的疑问词 vang vang 千万不要读成vang 因为在德语里面没有vang 这个音vang 是要发成vang的 再跟我念一下vang vang vang 这个特殊疑问词 就相当于英语里的when 专门针对时间状语 进行提问 那么 特殊疑问句的语续 同学们还记得吗 疑问词放在第一位 那第二位必须是 对了 必须是 动词 然后再是主语等 其他成分 那么刚刚那句 还选什么时候开始 它处就应 我们就应该表述成 v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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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n 因为是可分动词 所以使用的时候要分开 放在第二位的是变位的部分 而可分前缀 要放到整个句子的最后面去 再来看一个句子 那如果我们要问 什么时候轮到 我们就可以说 再看一句 我们19点30分去看电影 那如果要问 你们什么时候去看电影呢 就可以说 这句话里最好有一个人称的转换 因为说的是我们19点30分去看电影 那问的时候最好改成 你们什么时候去看电影 或者你们什么时候去看电影 比较好 学到这里 可能有同学会问 那我们什么时候 需要在时间的表述前面 加上这词 什么时候不需要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我们在学习词汇的时候 有学习到 问现在几点钟应该怎么说 一般问现在几点了 有两种问法 可以说 我们之前学过 feeler解释为很多 就相当于英语里面的 many 而feel没有词位 a就相当于英语里面的 much 相当于how many 是针对可数名词数量的提问 而feel没有词位 a那是针对不可数名词的提问 我们说 wo在解释为点钟的时候 是一个不可数名词 那问现在是多少个点钟 我们就用feel我ist es 这句话很有用 请同学们记住它 还有一种问时间的问法 叫做 feel ist es 如果翻成中文直译的话 就是 现在多晚了 the how spart 就相当于late 现在多晚了 我们把这两句 问现在是几点钟的句型 再来朗读一下 同学们一定要记住这两句句型 因为日常生活中 问时间是非常常见的 we feel weist es we feel weist es we spart es es we spart es es 那回答现在是几点钟 我们统一用 我们统一用es ist es ist 就相当于英语里面的 it is 在es ist的后面 只要加上点钟就可以了 es ist cing我 es ist cing我 意思就是 现在是十点 也就是说 在描述现在是几点的时候 是没有介词 um的 因为它不是一个时间状语 只是一个表语 告诉别人 现在是几点钟 那么 um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wan lernst du Deutsch wan lernst du Deutsch 你什么时候学德语啊 ich lerne um zwanzig uhr Deutsch ich lerne um zwanzig uhr Deutsch 我二十点学德语 不过wan这个疑问词的意思是 在什么时候 所以如果别人问你 你在什么时候学德语 我们并不一定要精确的告诉对方 我在几点钟学德语 我也可以说 我明天学德语 我晚上学德语 或者我早上学德语 所以对于wan lernst du Deutsch 这个问题 我们也可以回答说 ich lerne am Abend Deutsch ich lerne am Abend Deutsch 我晚上学德语 那么 说到这里 有的同学可能就要问了 如果特殊疑问词 wan 只能询问在什么时候 也就是说 我使用的时候 不知道对方会告诉我 具体到几点钟 还是一个比较大约粗略的时间的话 那么 我们如果一定想问对方 在几点 又该怎么问呢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用到 另外一个表达 un 同学们可能觉得这个表达 非常的眼熟 对了 我们前面再问 现在是几点钟的时候 曾经用到 那么在几点钟 就只需要在几点的前面 加上借词 um 这样就可以对时间 进行精确的提问了 um 这方在几点钟 中学德语了 但是 就要在几点钟 这方在几点钟 就是 对 这方在几点钟 这方在几点钟 正在几点钟 相当中 下面我们就来做一个口语练习,看一下大家是否已经掌握了这种官方时间的读法。 请同学们把书本翻到五十页,练习一, das Casting,海选, wer ist wann dran, sprechen Sie,请根据表格回答问题。 我们看到的这张表格,就是候选人参加海选的安排表,几点钟轮到谁,在上面都一一列了出来。 如果同学们听到问题是,wan ist Frau Meinka dran? Frau Meinka什么时候轮到? 那就请大家回答,um zehn Uhr ist Frau Meinka dran? 或者我们也可以把时间状语放在肚子里。 Frau Meinka ist um zehn Uhr dran? Frau Meinka ist um zehn Uhr dran? 还有一种可能我不是问 Meinka女士几点轮到,而是问十点钟轮到谁? Wer ist um zehn Uhr dran? Wer ist um zehn Uhr dran? 那么,大家就要回答说,Frau Meinka ist um zehn Uhr dran? Frau Meinka ist um zehn Uhr dran? 现在,就请同学们按照这个表给出的时间信息,自己来做一下口头练习吧。 注意,舒老师不会按照表格的顺序来问,会跳着或者打乱顺序。 因此,请同学们注意听,听你所听到的时间或者人名,并根据表格的信息来回答问题。 Wann ist die Frau Meinka dran? Wann ist der Herr Kowalski dran? Wann ist Familie Trull dran? Wann ist Pause? Wer ist um zehn Uhr dreißig dran? Wer ist um zwölf Uhr fünfundvierzig dran? Wer ist um elf Uhr dran? Wer ist um dreizehn Uhr fünfundfünfzig dran? Wer ist um zehn Uhr и six Uhr dreißig dran? Wer ist um zehn Uhr und fünfundfünfzig dran? Wer ist第二個事, gez ringsvoll, 在学习了德语中如何进行官方报时之后 我们要进入今天这节课的语法讲堂 我们先来学习情态动词 MUSHT MODAL VERB MUSHT 情态动词 MUSHT 在德语中有多个情态动词 那我们今天先来学一个使用比较频繁的MUSHT 我们来看两个例子来学习一下情态动词的用法 Ich MUSHT ein Buch Ich MUSHT ein Buch 我想要一本书 这里的MUSHT实际上是识意动词的用法 有点像英语里面的WANT 表达的意思是想要 而后面的Ein Buch 其实是MUSHT这个动词的四格 四格我们还没有学习 就是最普通的兵语 兵格 那么在做识意动词的用法时 MUSHT可以直接加上兵语 解释为想要什么东西 例如小朋友想吃冰淇淋的时候 就可以跟妈妈说 Ich MUSHT ein Eis Ich MUSHT ein Eis 我想要一个冰淇淋 第二句例句 Ich MUSHT ein Buch schreiben Ich MUSHT ein Buch schreiben 我想要写一本书 在这句句子里 MUSHT就成为了情态动词 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出 这里的MUSHT是一个情态动词呢 因为这个MUSHT还搭配了一个动词不定式 Schreiben 在这句句子里的Schreiben并没有进行任何的词形变位 也就是说这里的Schreiben是动词原型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动词不定式形式 大家回忆一下 英语里的情态动词是怎么使用的 如果我想表达我会说德语 那我就可以说 I can't speak German 那么在这句话里面 Can就是情态动词 而Speak就是动词原型 动词不定式形式 和英语一样 德语的情态动词也要求搭配一个动词不定式 也就是动词的原型形式 但是这个动词不定式所摆放的位置 却和英语很不一样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这一点呢 在英语里面 I can speak German 这个speak就紧紧跟在情态动词can的后面 而到了德语里就不一样了 同学们看刚刚那个例句 动词原型或者说动词不定式被放到哪里去了呢 Ich möchte ein Buch schreiben 对了 这个动词原型被摆到了整个句子的最后一位 所以这是我们德语情态动词和英语情态动词使用的一个重大区别 那么书老师如果现在想问我们怎么可以判断出一个情态动词在句子里到底是当实义动词用还是适当情态动词用的同学们觉得有什么办法吗 其实方法很简单 就是去找一下这个句子里面有没有另外一个动词原型 也就是说在这个句子里能不能找到一个动词不定式形式 例如在例句一里面 Ich möchte ein Buch 我们除了ein Buch这个编语以外找不到别的动词 那么这个句子里的müchte就是实义动词的用法 而在例句二里面 我们除了müchte这个情态动词还能找到schreiben这个动词原型 因此这里的müchte就是做的情态动词的用法 有同学可能会说 我要搞清楚他是做实义还是做情态的干嘛呢 反正只要能够说出正确的句子不就好了 目前来看关系不是很大 但是等我们学到高级阶段 情态动词在做实义和做情态动词时 它的变化是不一样的 因此请同学们从一开始学习就有这个意识 看到情态动词的时候 多想想他在这个句子里是到底是做实义 还是做情态动词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下面我们就来学习一下情态动词müchte的变味形式 情态动词的变味形式和普通动词是不一样的 有自己的规律 我们先来看一下müchte这个情态动词如何变味 然后同学们可以自己试着找找看变味规律在哪里 我就不一样的니까 想指尘,他想要评 во诫 Möchtest Du Deutsch Lernen? Ir möchtet Was möchtet ihr lernen? Wir,Sisi,Möchten Wir möchten auch Deutsch lernen 从这个变位的表格来看 同学们一定发现了 情态动词和普通动词的差异 因为在LCS这个动词人称后面 竟然没有加上T 没有变成Möchtet 那么同学们记住了 情态动词的变位形式 和普通的动词是不一样的 第一人称单数 Ich和第三人称单数 Er,Zi,S 共用一种基本形式 那么在Möchtet这个单词里面 就是Möchtet 所以Ich möchte Er,Zi,S 也是Möchtet 那么剩下的人称 可以在这个基本形式上 进行变化 Du就是在Möchtet的后面 加上ST和普通动词一样 变成Möchtet 而Er则在这个形式上 加上字母T和普通动词一样 变成Möchtet 而Ver,Zi,Z则是在这个形式上 加上N 变成Möchtet 这里比较容易出错的 是第三人称单数 Er,Zi,S 因为同学们会出于习惯 试图在动词的词尾 加上T把它变成 Er,Zi,S Möchtet 这样就错了 请同学们一定要注意 情态动词变位的这个特点 等今后我们学习 其他的情态动词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 其他情态动词的变位 比Möchtet更加的复杂一点点 那么先请大家 先记住Möchtet的变位形式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情态动词的语序 Ich müsste Deutsch lernen Ich müsste Deutsch lernen 我想学德语 和英语不一样的是 动词原型 Lernen 不可以紧紧跟在 情态动词Möchtet的后面 而是要放到 整个句子的最末端 然后和变位动词 也就是情态动词的 Möchtet一起构成 这个句子的框架结构 我们看一下这个句子 情态动词Möchtet 因为是变位动词 所以放在整个句子的 第二位 而与其搭配的动词 不定是Lernen 必须放到 整个句子的最末端 放到Satsender 然后和情态动词 构成了这个Satsklammer 框架 而原来Lernen的冰语 Deutsch就放到了肚子里面 大家记不记得 在刚开始学习词组的时候 舒老师建议大家 德语的词组 要倒过来背 学德语 我们叫Deutsch Lernen 看电影叫In's Kino Game 这种把词组里的动词 放到后面的做法 其实就是为了顺应我们 德语里很多语法现象中 动词会出现在 剧末的这种情况 再来看一句例句 下午三点 我们想去踢足球 踢球这个词组 原来叫Fußball Spielen 那么因为加入了情态动词 所以Fußball Spielen 这个动词Spielen 就必须放到 整个句子的最末端 并且与情态动词 Mustern 构成了框架结构 而剩下的时间状语 Unfünfzehn Uhr 则自然而然的 放在了这个框架结构的 肚子里面 再来看一句 特殊疑问句 Wan mustert ihr Wolab machen? Wan mustert ihr Wolab machen? 你们什么时候 想去度假? 度假的词组叫 Wolab machen 因为和想 进行了搭配 所以度假里的 这个动词 Machen 就放到了句末 并且和情态动词 Mustert 构成了框架结构 那么Machen的 宾语 Wolab 就留在了 框架结构的 肚子里面 如果我们把这个句子 说成 Wan mustert ihr Machen Wolab 这个句子 就彻底错了 因为它完全不符合 德语 情态动词 与序的要求 最后 再来看一句 一般疑问句 Mustertest du die show Mus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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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du mitmachen 你想参与 这次演出吗 这句句子 因为是一般疑问句 变味动词 必须放在第一位 所以情态动词 Mustert 就排在了第一位 和它构成框架结构的是动词原型 Mustert 参与 可能有同学记得Mustert 是一个可分动词 那么可分动词 如果一个人在句子里表达含义的话 它是要分开使用的 但是当它碰到情态动词的时候 也就是变成了圆形 圆形就是写在一起的 所以当情态动词搭配可分动词的时候 可分动词就不需要分开了 而是合在一起 一起放在句末 和前面的情态动词Mustert 构成框架结构 在学习了情态动词Mustert的用法之后 我们再来学习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词类 可分动词 虽然在词汇学习的时候 我们已经接触了这个词类 但是还没有对它进行系统化的介绍 可分动词 可分动词对于同学们来说 应该是比较陌生 也是比较难以掌握的 因为在英语中 没有这种词类 所以同学们在学习使用可分动词的时候 往往会犯这种或者那种的错误 我们拿我们学过的一个单词作为例子 Found thing Found thing 看电视 一个可分动词 或者也可以叫做分离动词 往往是由可分前缀和动词变位部分组成的 可分前缀往往有独立的含义 通常是介词或者副词这样的词性 我们可以通过给一个动词 加上不同的可分前缀 让这个动词的含义更加的具体化 细节化 因此能掌握好可分前缀这个部分 原来的词义对于我们推导单词 记忆单词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例如 Found thing 这个单词 我们知道 Zing就是看见 看的意思 那么如果你知道 Found解释为远的 遥远的 那么记住 Found thing 解释为看电视 就不难了 因为看电视 看的就是 不是发生在身边的事情 可分动词在使用的时候 后面的动词部分 要放在句子的第二位 根据人称和时态进行变位 而可分前缀 则放到整个句子的最尾端 和变位动词 一起构成一个框架结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具体用法 Ich sehe jeden tag Ich sehe jeden tag Ich sehe jeden tag 我每天都看电视 大家看sehen 根据Ich变位之后 变成了seer 放在第二位上 而跟它搭配的可分前缀 Bean 则放到了句末 和动词seer 一起构成框架结构 而时间状语的 Jeden tag 则必须放在这个框架结构的肚子里面 Frau Meinka macht sehr gern mit Frau Meinka macht sehr gern mit Meinka女士很乐意参加 Mitmachen 参与 参加 Machen这个动词 根据Frau Meinka这个第三人称单数 进行变位 放在第二位上 而它的可分前缀 Mit 则放到了句位 和Machen一起构成框架结构 表示形状的状语 Seer gern 则放在框架结构的肚子里面 大家还记得Mitmachen这个意思 是怎么推导而来的吗 Mit 这个前缀 有一起的意思 那么Mitmachen 字面意思就是一起做 那当然解释为参加 参与 Der Produzent fragt weiter Der Produzent fragt weiter 制片人继续问道 Weiter fragen 继续问 动词Fragen 要根据第三人称单数的 Der Produzent 进行变位 被放在第二位上 那么它的可分前缀 Weiter 继续 则放在句位 跟它一起构成框架 可能有同学说 这个肚子里面 什么状语也没有 我们不管这个框架结构的肚子里 有没有状语 框架结构 总是要搭起来的 也就是这里的前缀 Weiter 必须要放在最后面 即使它的肚子里面 什么也没有 Weiter 本身就是一个副词 解释为继续 那么Weiter fragen 当然解释为 接着问 继续问 Wan findet das Kastingsstaat? Wan findet das Kastingsstaat? 还选什么时候开始啊? Stadtfinden 开始 动词 Findert 根据主语 Deskastings 进行变位 放在第二位上 而可分前缀 Shtat 就放到了句位 它们构成框架结构的肚子里 放着Deskastings 这个主语 那是因为这是一句特殊疑问句 疑问词 Wan要站住第一位 而动词站住第二位 那么主语自然而然的 就到了肚子里面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可分动词 在一般疑问句 或者起始句里的语序 在一般疑问句 和起始句中 变位动词 都必须位于第一位 那么我们可分动词的前缀 还是放在整个句子的最末端 Füllen Sie das Formular aus? Füllen Sie das Formular aus? 请您填写一下这张表格 Ausfüllen 变位动词Füllen 放在第一位 与它的可分前缀 Aus构成一个大的框架 我们知道Füllen解释为填 Aus可以有 完 进 光了的意思 那么Ausfüllen就是指填完 填写 Fent das Casting um前缀 an Fent das Casting um前缀 an 还选在十点钟开始吗? Anfangen 开始 变位动词Fent在第一位 而可分前缀 An在最后一位 框架的中间 则是主语 以及时间状语 Spie ist du mit? Spie ist du mit? 你也一起玩吗? 你也参与吗? 变位动词Spiellen在第一位 可分前缀 Mit在最后 构成框架 那么中间只有主语 Do 在看了这么多的例句之后 我们可以这样归纳可分动词的用法 可分动词的动词变位部分 就跟普通的动词一样 或位于第一位 或位于第二位 根据人称和时态进行变化 而可分动词的可分前缀 在不同的句子里 始终位于句子的最尾端 然后和可分动词的动词部分 一起构成框架结构 那么书老师现在要多问一个问题 可分动词永远是分开使用的吗? 请大家开动脑筋 当然不是 在有些情况下 可分动词是合在一起的 可分前缀是不离开动词变位部分的 而且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学到了 对了 就是当可分动词遇见情态动词的时候 可分动词就不再拆开 而是合在一起使用了 Ich möchte nicht spielen Ich möchte nicht spielen 我想一起玩 这个时候的框架结构 可不是靠可分动词的动词变位部分 和可分前缀来构成的 而是靠情态动词和可分动词一起构成的 再来看一句例句 Wir müssen um 20 Uhr fernsehen Wir müssen um 20 Uhr fernsehen 我们想在晚上八点看电视 在这句句子里 框架结构就是靠情态动词mirsten和可分动词 feeling的原型一起构成的 在今天的这堂课上 我们主要学习了德语中官方道识的说法 还比较了问几点和在什么时候的区别 此外 我们还学习了情态动词mirsten的变位以及使用方式 还有可分动词 这一德语比较特殊的词类 在下节课上 我们要做两篇听力练习 要学习物主代词 tade 此外 我们还将了解一下德语的信函格式 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请大家好好复习 我们下节课再见了 Auf Wiedersehen 我们下节课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